律师惨遭九名黑衣人杀害并耗尸 女儿躲在衣柜目睹的全过程 却似有隐瞒不肯透露凶手信息 反倒家住案发地较远的邻居黄婆 却第一时间赶到了命案现场 担心吓到女孩 黄婆还打断了警方的争讯 看似十分平常的举动 却让林默怀疑上了黄婆 一切看上去的偶然都存在某种必然 为了让黄婆露出破绽 林默暂时收留了女孩 并让黄婆到她家照顾小茶 结果这天中午 好在林默早有防备才逃过一劫 现在辣文案的线索之一阿明已经死了 林默只能从黄婆入手 于是她和萨莎来到黄婆家调查 结果发现黄婆花费大量积蓄 成为解压社交团体进行会的会员 可林默却通过照片注意到了一处细节 命案发生之后 黄婆脖子上的伏带不见了 她怀疑凶案现场的伏带就是黄婆的 因为黄婆有个下意识的习惯动作 据此林默怀疑虔诚的黄婆 不想带着寓意和家幸福的信物杀人 所以才摘下伏带 而林默经过调查还发现 死去的阿明同样是进行会的会员 他怀疑这一切和进行会有关 这时试点结果刚好出来 法医竟在律师位里发现一把钥匙 而鼻头两个二伙还发现律师财务有问题 在他遇害前的一周 突然收到了一笔三百万的定金 汇款人是电视台的主编康颂 据康颂交代 律师说自己有一份价值千万的独家爆料 结合这条有价值的线索 林默推断律师可能真的藏有秘密 当意识到危险时才被迫吞下钥匙 让林默十分在意的是 虽然死者身中十刀 凶器至少有三种以上 但尸体却没有任何抵抗约束的迹象 而法医从死者位里发现了不明药物 林默当即断定这是麻醉剂 大厂 你认为他是不想抵抗呢 还是失去反抗能力 所以他是被 下药了 可是要趁律师不被进行下药 就必然是律师的熟人 黄婆和小茶又情同祖孙 对黄婆他袭击你 是为人要阻止你调查 原来是这样子 承包笑点的杜郎警探突然信心爆炮 当即下令警局加班加点寻找黄婆 这次任务 是涉及到我们金属的荣誉 我们动作要快如闪电 所以 我将这次的行动命名为 美 灵 林黑犬顿时感觉被冒犯到 为了找到黄婆 林默和萨莎拜访了他的女儿 却从黄婆孙女徒徒口中得知 黄婆的脑子有病 林默怀疑这不是一种比喻 于是和医院进行确认 得知两年前黄婆便确诊了脑癌晚期 可他一把拉扯大的女儿 却不想花七八十万治疗母亲 老无所依的黄婆 向纳文律所委托了保单索赔案 结果对方以保单存在法律漏洞骗了黄婆 知道人穷命就贱了黄婆 很快便放弃了治疗 就在这时一位护士找到他 口口声称有个地方可以帮到他 并且不需要花一分钱 信以为真的黄婆便加入了进行会 进行会帮黄婆搞定了保单索赔 但是在主理人阿信的迷惑下 黄婆花费大量继续购买福袋 还经常把孙女徒徒带到进行会 女儿一怒之下跟她断绝了关系 林默希望通过女儿找到黄婆 没想到黄婆还没找到徒徒却丢了 原来主理人阿信得知警方在调查黄婆后 欺骗徒徒带自己找到了黄婆 她以家人的性命相要挟 交给了黄婆一个福袋 就是我知道 现在岂着 等到林默找到黄婆时 却发现黄婆开始出现幻觉 竟把孙女徒徒当成了女儿 不一会儿便没了心跳 而林默在旁边发现了一个福袋 什么 凶器